就放在这边了 这是我们下个星期要送的货 现在还没全部做完 他们还在继续的在做这些 因为我们是人家临时要的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红 就是有朋友问我 我是做什么工作的 每天就看我在那个公司里面 车机里面 其实我们是做那个胶带的 就是风箱的胶带 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 就是都是体力劳动 我们的这种工作 现在给大家看的 就是我们要送的胶带 就是我们这里有几台机器 那个印刷的 还有那个防张的 还有涂胶的一台机器 都是比较老的 然后每一台的顺息不同 然后最后在那边分齐了以后 再用这个箱子装起来 客户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需要的型号是什么就做什么 因为我们公司是那个福利企业 有一半是长级人 就在我们这间车间 因为我们公司是做两种产品的 另外一个车间是做别的 也是关于那个化工类的 我们这边其实还是比较简单 就是大部分人应该都会做 有的是就是眼睛看了一下 就知道怎么做了 所以现在我做了这二十多年吧 也习惯了每天 都是重复同样的工作 也还是比较轻松 因为我们就是有备货就可以了 每天 所以现在我上班 就是因为这些年也还是比较 比较可以吧 各方面 这就是我们公司整个车间的布局 是我们翻过来才两年不到 一年多一点 原来的都是那种狭小的 现在比较好的 盖的 是钢结构的 还是比较大 我们这边 原来的那个车间 还没这个的半个大 也做了差不多十多年 现在过来也一年多 我现在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是做什么工作的 现在又要过去装那个产品了 因为这两天还是比较忙的 因为做了别的 还要做另外公司的 所以闲的时间比较少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就介绍一下我的工作情况 拜拜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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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